哈喽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欢迎来到阿维Mk2 关于转生史莱姆里,萌王好搭档暴风龙 每次看到不是在摸鱼看漫画 就是被这个勇者,那个女魔王,或者姐姐欺负 在小说最新21卷,终于爆发了 今天就来细说一下,这位暴风龙老弟 以及目前实力到底排第几在内 和萌王最强手下大波罗比,谁更强 维鲁德拉的生死观 直到不久前,维鲁德拉只考虑肆意妄为 但在利姆路的影响下,他的思考方式也发生了各种变化 维鲁德拉在利姆路的位中与伊弗利特一起观察利姆路的动向 他谈到了即使存在消亡,也可以在其他地方复活的事情 可见他对死亡的看法相当轻松 实际上,龙族即使多次被毁灭,也能以同一个灵魂复活 维鲁德拉对其他魔物也有这样的理解 然而,通过与伊弗利特的对话和利姆路的行动 以及子愿的死亡,维鲁德拉开始更多地思考死亡 并改变了他的看法 他曾坚信死亡是自然法则 因此毁灭了鲁米纳斯建造的美丽城市 但后来他看到利姆路快乐地建立国家后 开始反思自己做错了事 现在他被赋予了最终防线的重要角色 准备随时与威胁特恩·佩斯特的敌人战斗 维鲁德拉在遇见利姆路之前和之后的实力有天壤之别 维鲁德拉被封印前与勇者克罗诺亚的战斗 当时的勇者克罗诺亚实际上是借用了克罗耶神体的日向 勇者克罗诺亚为了阻止世界的毁灭 利用独特技能时间旅行者多次回溯时间寻找最佳路线 在这一过程中 有一个时间线维鲁德拉会大闹一番 最终克罗诺亚与维鲁德拉交战 结果是勇者克罗诺亚胜出 能与克罗诺亚抗衡 说明维鲁德拉从一开始就拥有作品中顶级的实力 另外 维鲁德拉在遇见利姆路后实力大幅提升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维鲁德拉在遇见利姆路后的实力 维鲁德拉的实力 原本维鲁德拉拥有解析系的独特技能 揪名者 这源自于他巨大的后期心 然后 随着利姆路进化成为魔王 维鲁德拉也因祝福的恩惠获得了终极能力 揪名之王的进化 揪名之王包含了思考加速 解析鉴定 森罗万象 概率操作和真理之揪名五大全能 高级的解析鉴定 对同等级或以下对手进行有利于自己操作的概率操作 以及能立即洞察敌人技能 并做出回应的解析系高级技能 真理之揪名都非常强大 维鲁德拉以人形姿态 在魔王们的宴会上与米利姆的攻防 那时他使用真理之揪名 运用从圣典中学到的维鲁德拉流斗法 发出了某漫画中的气功不恶 然后 在利姆路魔王化后释放维鲁德拉时 利姆路和维鲁德拉能通过灵魂回廊连接 这意味着 即使维鲁德拉消失 只要利姆路不消失 就可以重新召唤维鲁德拉 此外 在与东帝国的战斗中 通过希尔的技能革新 维鲁德拉的究极能力 究明之王进化为终极能力 混沌之王 混沌之王 奈亚拉托提普 除了究明之王的五大全能之外 还增加了并行存在 时空操作和夺维结界 因此 可以让强大的维鲁德拉 同时出现多个 并且可以独立行动 最后 即使击败了维鲁德拉 如果之后利姆路复活 那么就会陷入绝望循环 所以 看来最好不要与魔国联邦为敌 维鲁德拉vs打鼓流露 接下来 我们来解说 维鲁德拉与打鼓流露的神级战斗 与维鲁德拉战斗的打鼓流露 通过与三位一体融合 展现了真正的力量 而维鲁德拉则变成龙形态 全力应战 顺带一提 当时的打鼓流露 连在场的西恩等人 都感受到 他的存在值和气场的强大 这两人的第一次碰撞 产生了足以摧毁城市的冲击 实际上 成为战场的圣都边境线上的 大型魔防屏障 和圣都周边的反魔侵入防止屏障 瞬间就被摧毁了 这种激烈程度 让统治圣都的路米纳斯 也不得不叹息 即便是像路米纳斯这样的实力者 也觉得插入这两人战斗 就是自杀行为 此外 路米纳斯称 这是千年难遇的珍贵战斗 在某种意义上表示了赞赏 随后 圣都变得一片混乱 维鲁德拉发出的全力一击 雷风暴被打鼓流露轻松击退 由于散射的等离子体 始终心被打出了一个洞 两人的激烈战斗 以维鲁德拉的终极奥义 丰饶神秘波动结束 丰饶神秘波动是一种技能 通过赋予被战斗荒废的 圣都大地维鲁德拉的家户 以无生命者为食 促进自然生长 维鲁德拉将这个技能的核心 放在了打鼓流露身上 结果 直到地面正常化完成为止 打鼓流露的圣体将持续被使用 由于技能的性质 无法解除效能 因此 打鼓流露至少数百年 甚至上千年 都将以某种方式被封印 最终成为核心的打鼓流露 为了地面和自己的肉体的再生 进入了长年消失了 世纪之战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之前两人的战斗一直是平局 似乎从未出现过绝出胜负 但这次的决战是维鲁德拉的胜利 与迪亚布罗相比哪个更强 维鲁德拉在与打鼓流露的战斗中 虽然经历了一场苦战 但还有一个同样经历了死战的存在 那就是迪亚布罗 在小说第十六卷中 通过拉米利斯的技能迷宫创造 夏尔干预 成功地将战斗力数值化 这被称为存在之 似乎直接与魔素量相关联 魔素量是相当于MP的概念 所以这个数值高 意味着可以使用强大的技能和魔法 但是作者本人也表示 这个数值是不可靠的信息 到小说第21卷为止 如果说到存在之 一直以来在利姆路的部下中 拥有最高魔素量的卡莱拉 大约有1000万 竞随其后的迪亚布罗 是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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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这是一个非常恶魔般的数值 被认为是完全伪装的 然而在小说第21卷中 像迪亚布罗那样伪造数值的变态 这句话确认了迪亚布罗 伪装了自己的数值 迪亚布罗与魔王级交战的时候 是4000万 考虑到这一点 迪亚布罗即使是3000万的数值 也不会奇怪 另一方面 维鲁德拉拥有完全不同档次的 8812万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他能够承担利姆路的许多命名 在小说第21卷中 继承了泽拉努斯之河 施加了增强的泽吉翁 甚至是6888万 考虑到这一点 维鲁德拉的数值确实异常 但是 如前所述 在转生史莱姆世界中的战斗 魔素的绝对量只是参考 不能以这个数值来衡量绝对的强度 通常 只有终极能力才能对抗终极能力 所以很难下结论 即使考虑到被勇者的精彩技巧所吸引 勇者也能封印像自然灾害一样的维鲁德拉 如何处理巨大的魔素量 似乎非常重要 此外 即使魔素量少 像哈克洛那样 凭借高超的技术艺术打败高级对手也是可能的 顺便说一句 恶魔擅长的魔法既是艺术 也是基于知识的技能 因此 狄亚布罗的魔法可能会影响到维鲁德拉 然而 考虑到卡莱拉对米利姆的魔法束手无策 特殊种族之间的障碍也是存在的 作为龙族的维鲁德拉 以其压倒性的魔素量而自豪 在转生史莱姆的世界中 无疑是最强的种族之一 实际上 到小说第21卷为止 龙族的存在值 维鲁格林德7435万 维鲁沙多8000万 维鲁德拉8812万 以及拥有龙族血统的米利姆1亿 都是高档次的数值 此外 龙族无论是攻击力 防御力还是体力 都是顶级的实力 即使死亡 也可以保持人格和记忆复活 显然 龙族作为种族的优势 是极其厉害的 另一方面 狄亚布罗是原始恶魔之一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存在之一 除了新王龙维鲁达纳瓦 这个龙族的长子之外 他比任何人都活得更久 因此 从种族上看 双方都有优势 但考虑到魔素量的巨大差异 以及因此产生的物力差异 维鲁德拉似乎更有优势 此外 如果变身为阿修罗的 打鼓流露与迪亚布罗战斗 迪亚布罗不太可能 像对付维鲁德拉那样轻松获胜 因此 从种族上看 维鲁德拉更有优势 而在技能方面 双方都有同等的进化 所以总体来看 维鲁德拉似乎更强 如果要说迪亚布罗有获胜的可能性 那就是在不考虑魔素量的 短期决战中去胜 但在维鲁德拉的概率操作 全能发动的情况下 短期决战也是困难的 不过 如果利姆路使用虚无崩坏 迪亚布罗的力量将大幅提升 达到维鲁德拉的级别 也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 如果可以使用利姆路的力量 那么什么都可能发生 如果维鲁德拉使用虚无崩坏 会发生什么 所以这次比较 没有考虑这一点 如果拥有异常魔力的维鲁德拉 不再像是过去那样 只会闹腾的存在 而是获得了精密的魔力操作 和强大的技能 那么维鲁德拉仍然更有优势 维鲁德拉所畏惧的存在 维鲁德拉是统治世界的 最强种族之一 最上面的哥哥是维鲁达纳娃 他是创造这个世界的 最初的龙族 顺便说一下 维鲁达纳娃曾经压倒过极 如果说到全盛棋的话 他是座中最强的 他拥有多个 包括正义之王和誓约之王等 作弊级的中极能力 虽然不至于像 WEB版的利姆路或幽基那样 什么都有 但除了这两个人之外 他应该是座中最强的 维鲁德拉畏惧他 也是理所当然的 下一个是掌解 白冰龙维鲁沙多 他虽然有可爱的一面 会加上将称呼弟弟妹妹 但对于调皮的维鲁德拉 他认为应该严格教育 还有 他会施加名为惩罚的制裁 所以维鲁德拉 似乎对维鲁沙多 有种畏惧感 顺便说一下 这个惩罚相当残酷 可能因为龙族的不朽特性 维鲁德拉已经被摧毁了很多次 第三个姐姐 是灼热龙维鲁格林德 平时作为东帝国皇帝 鲁德拉的亲信 顺便说一下 维鲁格林德 也像维鲁沙多一样 严格地教育维鲁德拉 仅仅看到 比自己强大的姐姐们 为自己的教育争吵 就足以让他感到恐惧 还有其他维鲁德拉所畏惧的存在 神智河是指技能拥有自我 并拥有管理该技能权限的存在 智慧之王进化神智河夏尔老师 在利姆路体内的时候 维鲁德拉曾与大贤者交谈过 表面上 维鲁德拉似乎与智慧之王 进行轻松对话的同时 也有点害怕智慧之王 实际上 在维鲁德拉再次出现之前的对话中 显然是智慧之王指示的 维鲁德拉也乖乖地服从 当我在动画中看到这一幕时 很惊讶智慧之王是如此压倒性的存在 此外 当维鲁德拉知道 夏尔是与利姆路不同的人格时 他似乎表示 果然是另一个人 这表明他从大贤者阶段 就感觉到利姆路是完全不同的存在 能让暴风龙感到恐惧的夏尔 实在是太厉害了 维鲁德拉与路米纳斯 面对愤怒的女性时 维鲁德拉的战斗力也会变为零 维鲁德拉曾经摧毁了路米纳斯真实的城市 被他怀恨很长时间 对于这样的路米纳斯 维鲁德拉非常努力地想要提高他的好感度 记住他的名字并揭露他的真实身份 似乎两人在开国际的摊位上也发生了争吵 每次让路米纳斯大发雷霆 维鲁德拉都处于防守状态 当被认为是魔王时 路米纳斯用生与死的拥抱 给予维鲁德拉灵魂上的剧痛和不适感 然而 路米纳斯在心里还是有一种倾向 觉得维鲁德拉没那么讨厌 特别是 路米纳斯非常在乎克罗耶和日向 因此 路米纳斯对保护他们的利姆路的好感 可能会大大提高 顺便对跟着利姆路的维鲁德拉的好感 也可能提高 此外 当面临与巨人魔王打鼓流露的战斗时 路米纳斯在绝望的力量差距中感到绝望 此时 维鲁德拉的身影略过他的脑海 他自然而然地露出微笑 尽管他在脑海中否认 这不可能不可能 但当打鼓流露停止时间 无法动弹的路米纳斯陷入绝境时 维鲁德拉帅气地出现 并用拳头为路米纳斯挡住攻击 因为是在停止的世界中 维鲁德拉担心自己保护路米纳斯的行为 没有被看到 所以他要求战斗对手 打鼓流露解除时间停止 其实 路米纳斯在时间停止中也是有意识的 这个要求也暴露了 路米纳斯脸红地说 烂蜥 等下就收拾你 大发雷霆 不过实际上 路米纳斯也感激维鲁德拉在维基时刻救了他 尽管维鲁德拉经历了各种成长 但在给路米纳斯留下好印象这方面 他可能不会有什么进步 这次我们探讨了利姆路好机友老搭档 暴风龙的实力与成长 今天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 这里有更多精彩内容 也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欢迎留言 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